哈喽大家好我是嘴哥 二斤電玩信啊 網友的投稿操作啊 這位網友就是SV李虛 李虛是吧 然後我們看到他 他硬的是拖絲章啊 這個比較平凡的西冷啊 他是看著平凡 但是他打起來還是不平凡 一技能沒有LOAD到 直接在那裡等了一費 而對方以為他卡住了 沒想到直接上二技能 然後一個替身 又把對方夾著他 哦 連A這個就是西冷的一個尷尬的地方 是吧 連招連不好 又走過來 一技能沒有抓到他 繼續跟著他跑二技能 然後對方開了個什麼 迴雪還是什麼秘訣啊 電沒有電到他 現在雙方開始往走位 哎呀一技能堵過來了 對方的那個 鋼絲鬼叫堵過來 堵挖挖來之後 開一技能趕緊跑 哦 這時候抓到了 抓到對方提升 然後馬上二技能 二技能換得太早了點了 再慢點換就很好了 這時候又開始跑 不停的走位啊 再走過來 對方又開了一技能 哎呀還敢衝 直接一技能抓起來 然後雷電他 再來一個二技能 對方提升 在提升完之後直接 哎 很尷尬啊 提升之後居然 讓他馬上就保護了啊 然後一個大招 居然沒把他秒掉 這個拖絲戰的大招傷害太低了 他第一回合就消耗完了 我們看第二回合打的是四尾名人 哎 名人過來電他一下 然後過來一技能抓起來 然後對方提升 二技能 然後被插住了 插住之後被噴了兩三口 然後再吐吐 對方的四尾失誤了啊 就讓平A連刀打到天上對方 然後進入那種保護狀態啊 現在的機制真的是很混亂啊 都不動就進入保護狀態 根本不清楚什麼情況 哎 這個二技能 哇 直接把對方四尾掉打起來 現在啊 畢竟呢 這是真的掉打 打到天上去 然後再平A 再二技能 哇 這怎麼快 這麼快 旗下子就把他給幹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 第三個幹子鐵 哇 直接戳過來 把他戳拉回來啊 直接上大招 這麼狠 然後對方提升 提升之後 我們看一下怎麼打 這不像他的作風啊 怎麼一開始就直接上大招 然後雷電機 哇 哎 對方是卡路啊 是怎麼的 直接就站在那 乖乖的讓他一技能 二技能連招 哎 對方什麼鬼 為什麼反應遲鈍 然後對方又拉過來 又往回敲 哎 每次替身之後 他的技能 打的都很尷尬啊 我們看一下這個幹子鐵 是不是有點傻 現在哎 就沒插到 好像他就沒幾個技能 打到他這麼 打到這個 吐司張 最後一個 哦 替身了 替身之後 大招也沒打空了 哦 我的天 這樣子也能贏 奇蹟啊